早产并发症是新生儿和幼儿的头号死因 传染病、腹泻和营养不良的几率在下降 所以我们取得了一些进展 不过在许多国家早产率并没有下降 反而增加了 每年全世界有1500万早产儿 其中100万死亡 其他的有终身残疾 如眼盲、脑瘫、智力障碍等等 60%的早产儿诞生在非洲和南亚 尽管美国的早产率降低到了11.5% 但依然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 美国基形儿基金会 想要在未来15年内 把该基率降低一半 该基金会资助了研究项目 并且设立了研究中心 来寻找早产的因素和预防的途径 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家发现 女性阴道细菌的差异 可能对于研究早产十分关键 在斯坦福大学 他们发现早产的孕妇和正常时间分娩的孕妇 有着不同的卫生物群 另一项研究发现 两次怀孕间隔一年半比较有力 在此怀孕前 女性的身体需要18个月来恢复 间隔不足18个月会导致早产几率增加 其他降低早产风险的方式是不抽烟 接受良好的产前护理 保持营养丰富和锻炼 即使如此 医生们还是不知道有一半的早产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这个问题留在研究的新发现 我们如果能够防止上百万的早产 并拯救成千上万婴儿的生命 那对于人类来说将是巨大的飞跃 我们的目标是更健康的婴儿 他们需要更少的医疗护理 并且会成长为对社会有贡献的公民 美国之音皮尔逊华盛顿报道